11月29日晚 刘亦菲更新微博 晒和躺烟童纳维合影 章品中 刘亦菲和躺烟都化着精致的淡妆 头剔头十分亲密 另外一张 童纳维也抢进成功 三人颜值超高 非常的养眼 除此之外 好兰屋速报 盖章官宣 迪士尼真人版花莫兰 将由刘亦菲主演 神仙几间成为第一位 主演迪士尼大拼的华人女星 恭喜 日前 苏伊东子剑出国用完 返回北京写生机场 孙伊产后恢复苗条身材 一双大长腿吸睛无数 当天 他与独子剑 旁若无人的私欲 狂撒狗粮 独子剑主动推出心理车 让孙伊休闲地跟在一旁 男友力十足 每一位母亲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 而心情付出 答应有保兽产后各种病痛折磨的人 特别的月子病 更是折磨人 主单就是产后各种疼痛的人 11月30月 主单更新微博起到 珍惜祈求 生日病痛快退 这个月周旬的时候 主单则在微博中透露 自己身体上的不适 从怀疑期间 到后来的身下宝宝后的月子脸 他身上总是出现 找不到原因的不适 不过 主单愿意为孩子扛下所有的痛 其实到今天 主单身下宝宝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很多人会选择在月子里致病 当然这也只是民间 年少人少大一点人的老说法 所有在中国月子性的非常重要 而且主单也不止一次说过 关于身上的病痛 不过是不是月子变 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 连他自己都称为 不过从主单这个新手妈妈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的伟大 希望这些不知原因的病痛远离他